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没必要设立新的美军基地 2021年10月23日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没必要设立新的美军基地 10月23日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在首都比什凯克总统官邸出席年度记者会 扎帕罗夫23日表示 没必要在即设立新的美军基地 扎帕罗夫当天在总统官邸召开年度记者会时做出这一表态 他说 美国此前驻比什凯克军事基地的相关协议已于2014年终止